祝福他说 我祝福你身体健康 要做啊 不要偷懒 再次跟你旁边人说 祝福你身体健康 非常的好 我知道现在一定有人在吃东西 边吃啊 然后可能翘鹅狼腿 没有关系 我希望呢 我们的聚会呢 可以很轻松 但是神的灵与我们同在 这个时候我们来祷告好不好 请你一起来闭上眼睛来祷告 天父上帝为着今天的聚会 会先让感恩 谢谢耶稣让我们还有机会 可以透过网路连结在一起 在这个空间里面 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们在网路相遇的这个空间 我们宣告他是神圣的 因为你也在这个空间 与我们每一个人相遇 主啊 透过在这个空间里面的 音乐敬拜 信息的敬拜 圣徒交通彼此的敬拜 波饼的敬拜 今天再次提升我们 再次的遇见我们 再一次的把那个神圣的神的同在 放在你我的里面 主我赞美你 此刻我们宣告 主啊 你的平安要在全地领导 为着主啊那些 在一线在努力 护卫我们的这些 医事人员祷告 愿神大大的充满他们 让他们有平安 愿主保护每一个 在家里面 可能在隔离 或者在医院隔离的人 心里面有平安 保守所有人在这个疫情中 重新的反思生命的意义跟价值 再次的让教会在这个疫情里面 也来调整成为可以被你使用的器皿 谢谢耶稣 愿神今天与我们同在 我们欢欢喜喜的敬拜 我们充满恩典的领受 谢谢主这样祷告 奉靠耶稣的圣名 阿们 感谢耶稣 今天要讲这个信息 在讲之前再次提醒各位 虽然我们在不同地方敬拜 但是还是需要你的 更多的投入 更多的在主里面 来与主相连 不然的话你看这个直播 无论你是透过大的这个荧幕 或者是小的手机 或者是iPad 如果你没有全心投入的话 其实这个敬拜是没有意义的 我要再说 网路的敬拜 也是基督徒的敬拜 所以现在这是一个 很神圣的时刻 我们在平常的时候 我们的日常 其实都是神圣的时刻 但是这个时刻 特别的神圣 因为是所有基督徒 相聚在一起的时刻 我们因着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在一起 但是我们的心在一起 神与我们同在 我知道现在有人 是在户外的 有人在户外野餐 奉主的名祝福你们 我真的觉得这样很棒 你知道吗 祝福每一个小家 每一个聚会点 都有创意 你们可以在四处 把神的国带到那里去 提醒各位 基督徒的敬拜 不是看表演 无论是实体的 或者是虚拟的 或者是像我们这样子 连线的 他都不是表演 所以我要鼓励 所有的基督徒 你不是参与 在一个表演里面 你不是一个 在看表演的人 而你是要 全心的投入 你不要当独行侠 无论是实体的聚会 或者是我们现在 线上的聚会 你都不应该当独行侠 所以鼓励你 不要一个人看直播 真的蛮可惜的 一个人看直播 就像你看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黎泰院 或者你看 其他的这样的一个 电视节目一样 那是你可以自己享受 但是呢 基督徒最重要的是团契 团契是一种 彼此分享 彼此共融 彼此在一起的时光 所以你一定要邀请 其他人来到你的家 或者是你去参加 别人的聚会点 第三个 不要只是为自己 基督徒的聚会 跟敬拜 都不是为了自己 而有的 我们是为了 要传扬福音而有的 所以基督徒的聚会 本身就是一个 很强大的广告 你知道吗 每一个礼拜 基督徒在一起 就是告诉世人说 我们选择 另外一种方式过生活 我们的世界观 跟你不一样 我们爱我们的上帝 我们也 因着上帝爱我们 我们也爱你们 所以敬拜聚会 都不是为了自己 最后一个 不是只是两小时 可能有人就 每到礼拜天 有人在礼拜六 有人在礼拜五 都要播出两小时 给上帝 好像上帝特别的需要 你那两个小时 其实不是的 而是上帝 借着聚会 敬拜 把祂的美好的祝福 跟属性 跟祂的旨意 可以运行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不只是两小时 基督徒的聚会 应该是我们的日常 祝福你 基督徒的敬拜 现在 无论你是在实体的聚会 或者你是在你的家里面 或者你是在店里面 或者你在户外 都是遇见神的时刻 感谢主 在这段时间 瘟疫横行 没有人想到说 在2020年的一开始 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瘟疫 就是这个 Coronavirus-19 当然它有很多其他名字 有不同的名字 但是我觉得 不管它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瘟疫 这个瘟疫 造成一个恐慌 昨天我去到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全联 哇 那真的很少一片 真的很可爱 你知道吗 看到这个 所有的这个 这个 Paper啊 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被 带走了 全部都被 吃掉了 全部都被 扫光了 我就觉得很特别 你知道吗 我现在到底要看哪一边 感谢主啊 很特别 他们叫我看右边 结果呢 我的右边是那边 其实你们把手举起来就好了 手举起来就好了 感谢主 我刚刚有点被混乱 我现在focus一下 我刚才被混乱到 因为 它的右边 跟我的右边不是同样 好 这个全联 全联的这个 Paper被扫光 我觉得哇 好奇妙 所有东西都被扫掉了 这个恐慌 已经开始在我们的 社区里面蔓延了 这个恐慌已经在 我们的人性里面蔓延了 那我们为什么会恐慌呢 当然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想法啦 不过终结有一个 大家都有一种恐惧 就是好像末日快要到了 好像那个审判快要到了 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呢 我想透过一点点的信息 鼓励你 在这个瘟疫里面 你可以选择 跟着瘟疫 随意 发光 或者是你可以随着 那位公义的救赎主 来发光 耶稣也谈过末日的 路加福音21章7到19节 路加福音21章7到19节 如果你可以跟我一起来读 好不好 我相信现在你应该有 一个投影片在你的上面 所以呢 大声地来读神的话 每一次读神的话 都是有带着能力的 我们一起大声读神的话 他们问他 老师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 这些事将临到的时候 有什么预兆呢 第八节 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不要受迷惑 因为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 又说 时候近了 你们不要跟从他 我们都知道这段经文是 主耶稣在感染山上面 跟门徒们教导的最后一段话 这段话呢 可以算是耶稣的最后一次 跟门徒说话的一个机会 而再过不久 主耶稣就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了 所以其实这段话非常的重要 这段话谈到很多事情 而其中有一个主题就是 耶稣谈到关于中末 就是末日这件事 他们就问他说 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件事呢 因为这是所有人类都在 有的一个好像一种 一种潜意识里面的一种恐惧 就是那个日子什么时候到 耶稣说 那个时候到的时候 会有很多人冒他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 其实现在你已经看到了 有各式各样的新兴宗教 宣称他的那个教主就是什么 救主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不管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红色黄色紫色 不管 你会看到他会说 他就是那个救主 耶稣说这样的一个预兆 会出现在我们的四周围 其实这已经在我们的日常 看到很多了 从我小时候就看过 各式各样的救主 然后那些救主都死掉了 末日还没有到 OK 他说呢 第九节 一起来读神的话 当你们听见打仗和动乱的事 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必须先发生 但终结不会立刻就到 他说呢 当你听见这些事 打仗和动乱的事 不要惊慌 不要害怕 他说因为这些事情 必须会先到的 什么事 刚刚已经 后面会提到一些 耶稣给我们一些事情的 一些的说明 他说你看到这些事 不要害怕 因为这些事会先发生 但是 不是终结 我们上次在提到说 那个终结就是 Telos 不是世界的Telos 不是世界的Telos 不是世界的终结 还不是那只是一个预兆而已 耶稣在其他地方提到说 这个日子来的时候 像妇人产难的日子一样 就是生产的时候 我们最近 我们教会有位姐妹 她生产了 听说她开十字 还在跳舞 最高境界 这个阵痛就会 越来越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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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第九节 耶稣讲的就是同样的事情 他说 你不要害怕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并不是就是时间就到了 而是这只是一个提醒 第十节 于是耶稣对他们说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第十一节 将有大地震 多处必有饥荒 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 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所以你看到有几件事 地震 饥荒 瘟疫 和可怕的异象 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第十二节 但这一切的事 以前有人要下手拿你们 破坏你们 把你们交给会堂 并且关在间里 又为我民的缘故 拉你们到君王和统治者面前 但这些事 终必成为你们 做见证的机会 你看 这些事情 不只是有 战争 饥荒 瘟疫 地震 还有被破坏 这些人被破坏 这些基督徒 被拉到这些会堂里面 甚至被 被 这个 迫害 但是他说 这第十三节非常特别 但这些事 终必成为你们 做见证的机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现在这个时刻 是我们做见证的机会 是我们展现 我们的信仰 跟一般人 不一样的时刻 所以我要鼓励你 开始调整你的想法 开始预备你自己 开始让自己 行走在神的意里面 以至于你会发光 第十三节非常重要 但这些事终必成为你们 做见证的机会 我要说 这个瘟疫 这个疫情 它是上帝的其中考 让很多人显示出 他的信仰的深 还有浅 他的信仰的真 还有假 他的信仰的力量 还有衰落 我要宣告 因着这个疫情 教会好像被破在一个 被动式的宗教改革 你跟我都要在这个改革里面 重新被更新 奉主的名祝福你 你领受吗 领受的话 按在你的胸口说 我领受 阿们 那么小声 大声一点 阿们 哈雷尔亚 感谢主 你要领受这个 这个做见证的机会 神啊 这个时刻是我们 为你做见证的时候 十四节 所以你们要立定心意 不要预先考虑怎样生辩 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和智慧 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 搏不住的 连你们的父母 兄弟 亲族 朋友 也要把你们交给官府 你们中间 也将有被他们害死的 你看 还有人被害死 第十七节 你们要为我的名 被众人震恨 十八节 然而你们连 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失 你们凭着奸忍 就必保全性命 这边提到说 当我们凭着奸忍的时候 我们就保全性命 而且神给我们应许 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失 感谢神 耶稣已经把末日 已经形容得很清楚 我想鼓励各位就是 你会听到很多 关于这个时候 是不是什么 第几号啊 或第几个碗啊 第几印啊 我想鼓励各位 启示录的那个重点 不是在研究这个时间序 启示录的重点是 神会得胜 而神要使我们 对不起 我要改正 神已经得胜 耶稣基督已经得胜 神要使所有坚忍的人 也得胜 这是启示录的一个重点 而其中那些 很奇妙的那些 很奥秘的这些 封印啊 号角跟碗啊 我觉得那不是我们 应该是花时间去研究 到底什么时刻的 因为很多人在研究 到底是什么时间 而我想鼓励各位 你应该好好的去预备自己 当你预备好你自己 时间根本就不重要 如果你已经ready了 你随时可以上场考试了 不是吗 如果你都预备好了 anywhere anytime 我都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害怕的是 我们在研究这些事 但是我们没有把自己预备好 祝福你把自己预备好 有地震 有饥荒 有瘟疫 有战争 这些事情是不断地在循环 在我们人类的世界里面的 这些事情是不断地一直循环 不断一直循环 它会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频繁 如富人产难 越来越频繁一样 但是感谢主 圣徒要注意的是 坚忍相信耶稣基督 为我们生 为我们死 为我们复活 而我们期待祂 我们坚忍地期待祂 将再来作王 这是我们的信心 而当我们有这样的 坚忍的信心的时候 我们就被神保全 奉耶稣名祝福你 耶稣讲得很清楚了 我想 我觉得我不厌其反 再讲一次 因为每到这个时刻 那种恐慌带出来的人的 不好意思 我说无知跟愚蠢 我不是说你 你不要在那边对号入座 我们很多基督徒都玻璃心 奥牧师在骂我 没有 我没有在骂你 但是我想说 这是一个现象 大家会恐惧 没有信仰的人 他会恐惧 但是我们有信仰的人 我们要坚忍 以至于我们可以被神保全 感谢主 今天我要透过 马太福音25章 因为在24章的时候 耶稣讲到同样的记载 我刚引用的是 路加福音的一个经文 然后他在25章就讲到了 天国像什么一样 其中有三种东西 应该是三个比喻 不是三种东西 三个比喻 第一个是两个童女 第二个是两种仆人 第三个是两种羊 我来从这边来跟各位分享 我们怎么样在义中发光 我们不要随意发光 我们要随着神的义者来发光 马太福音第25章1到13节 如果可以跟我一起来大声 读神的话 跟你旁边的摇摇 他说读神的话了 牧师在叫你 赶快跟他讲 不要睡着了 不要在那边泡咖啡 不要在那边吃东西 又不请我吃 好 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 一起来读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 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余卓的 五个是聪明的 余卓的拿着灯 却没有带油 聪明的拿着灯 又剩了油在器皿里 新郎延迟的时候 他们都打盹了 睡着了 半夜有了喊着 看啊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第七节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 调亮他们的灯 余卓的对聪明的说 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 恐怕不够你我用的 你们还是自己到 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到了 就那预备好的 就与他进去共赴婚宴 门就关了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 说主啊 主啊 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 那时辰 你们不知道 这个 比喻是非常多人 熟悉的 如果你是基督徒 应该非常熟悉 有十个童女 五个是余卓的 五个是聪明的 余卓的拿着灯 却没有带油 按照 后面提到说 第八节 余卓的对聪明说 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按照这个 来理解 它里面并不是完全空的 而是可能有一点点油 那这个灯 有人说是那种 传统的油灯 但也有人说 它可能是一个火炬 因为在当时的 以色列的这个婚礼里面 新郎来的时候 他们会 这些童女 这些童女其实有点像 伴娘的角色 他们会拿着火炬 等新郎到的时候 就拿着火炬 跟着一起到婚宴的现场去 那个火炬 有点像是一个邀请函 如果你没有火炬 你就不会 没有办法进到 那个与新郎 新娘同欢的 这个喜宴的会场里面去 这五个童女呢 有 盛好她的这个油 而另外五个童女 余卓的没有盛好那个油 有一件事情很特别 第五节 新郎 新郎持炎的时候 这几段经文都有 特别是童女跟 两个仆人 两种仆人 都提到持炎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理解就是 主要在来的时候 好像有一个耽搁了 从两千年前 约翰就说那主要来了 可是耽搁两千年 其实不是耽搁 而是神 他的时间还没到 新郎持炎的时候 他们都打盹了 睡着了 这两种 无论是聪明的 无论是鱼卓的 都睡着了 有人会说因为聪明的 比较警醒 并没有 聪明的也累了 也睡着了 第六节 半夜有人喊着 新郎来了 新郎来了之后呢 他们都醒来 开始要点火 结果 没有带足油的这些 鱼卓的童女 就很紧张 说可不可以分点油给我们 聪明的说 不好意思我分给你的话 我们自己也不够了 所以你们赶快去买 他们就跑去买了 这叫什么 临时抱 耶稣的脚 弟兄姐妹 不要临时抱 耶稣的脚 你以为你来得及 不好意思来不及的 就故事的结局是 那个带着油的 圣好油的童女 就进到这个与主人 欢喜享乐的 这个喜宴里面去了 但是呢 那个另外五个 与主的就只能在外面 哭泣 因为他们进不去 而且那个主人说 我不认识你们 你们是谁 第十三节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 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耶稣再讲一次 那个日子 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要从 这些经文里面来学习 耶稣讲什么 我们就领受什么 我想在这边有一件事情 我们一起来学习 神的同在 会使我们发光 有神的同在 使我们发光 在这个非常危急的时刻 或者这个非常 人心惶惶的时刻 神的同在 会让你与别人不一样 两种童女 一个有预备 一个没有预备 预备什么呢 灯油 两种童女都睡着了 但是有预备的人 醒来之后 立刻可以点上 他的火炬 跟上新郎的队伍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有神的同在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光了 因为灯油 预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真实的信仰 有圣灵同住的 基督徒生活 我们都有灯啊 灯可能是一个 基督徒的外壳 什么意思 你可能到教会啊 你也读圣经啊 你甚至参与在 事奉里面 但是你的里面是空的 或者是完全不足的 神的同在 所以到那个时刻来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显出来了 那有神同在的基督徒 他们已经预备好 随时可以点起光来 向着神的方向前行 我们里面才是重点 不是外面 很多基督徒有误会说 我只要去教会就好了 我开始读圣经 我干嘛干嘛干嘛 那些外在的行为 往往使我们 落在一种道德律里面 而不是真正的 与神同在同行的生活里面 我要祝福你 你要开始预备 你跟神的关系 你要开始预备 神同在的生活 想想看 你自己的生活是如何 你有没有渴慕上帝 在一整天的生活里面 你有多少时间 你是想着耶稣的 或者你根本没有想过耶稣 我有时候觉得 人真的很奇怪 都没有出事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没事 但是一出事 你就找耶稣 你不觉得不公平吗 想想看 如果你知道 当你家的物资不够 你会去全年抢东西 你会囤些东西 这个东西一番党正眼嘛 如果今天现在完全没有食物 你家没有米 你就饿死 那为什么你不会为你的灵魂预备呢 你会为你的肉体预备 你为什么不为你的灵魂预备呢 我想这是 上帝在这个瘟疫里面 对所有基督徒所说的话 你预备好了没有 你里面有没有经营一个 与神同行的生活 还是你想的都是地上的事 你的荣华富贵 你的男朋友 你的女朋友 你所喜爱的 你所不爱 你爱吃的提拉米薯 或者你想喜欢打的电动玩具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应该预备更重要的事 就是神同在的生活 你自己预备好了没有 你有替你的家人预备好吗 做父母亲的 你有为你的孩子预备一个 神同在的生活模式吗 特别是基督徒的父母亲 现在虽然没有办法实体聚会 I am的家长们 这是你的责任 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 因为小米传道跟整个主族学团队 预备了很丰富的 儿童主族学的这些的教材 在线上给你们使用 这个时刻是要显出 谁是真正耶稣基督的 门徒的时刻了 如果你身为一个家长 你觉得你没有责任义务 带领你的孩子 在这个这么关键的时刻 你还展现出一幅漫不经心 没有灯油的基督徒生活 你的孩子就已经 承接了你的信仰 所以你不要孝顺你的孩子 长大的时候会变成爱主的人 你也不要孝顺你的孩子 长大之后会在神的同在里面蒙福 我看过太多了 很多的孩子之所以长大 青春期变坏 都是因为他从小 父母亲没有很好的遗传 教导他们的品格 信念世界观 所以当他的孩子出事 他说我的孩子不是这样 这不是我的孩子 对 考一百分就是你的孩子 出状况杀人的都不是你的孩子 基督徒的父母亲 我们要来学习这点 在这个时刻 你有没有预备好你孩子的信仰 当世界的孩子 被他们的父母亲教导恐慌的时候 你有没有在这个时候 门训的孩子告诉他们 是我们要靠主得胜 靠主有平安 你有没有教导他们 我们一起来为世界祷告 为疫情祷告 你有没有教导他们 不要去散播恐惧 不要去造成霸凌 你有没有把你的信仰生活 遗传给他们 有一天新郎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遇见这样的事 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觉得真正的主角 还不是那几个童女 而是新郎 新郎always预备好了 他延迟也许只是希望 给这些愚拙的童女 买油的机会 但是他们实在太蠢了 还是不愿意 你可能觉得说 这个病毒带来恐惧了 也许神还给我们机会悔改 弟兄姐妹们 悔改吧 好好的调整你的生活 预备过一个与神同行同在 充满神圣灵同在的生活 愿上帝祝福你 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十四节到三十节 跟我一起来读神的话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外出远行 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他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两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外出出外远行去了 那领五千的立刻拿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 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两千 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 也是个延迟 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那领五千的又带着那领另外五千来 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 请看我又赚了五千 二十一节 主人说好 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少许的世上忠心 二十二节 那领两千的也进前来说 主啊你交给我两千 请看我又赚了两千 主人说好 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少许的世上忠心 我要领你管理许多的事 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 你看到这边有两个仆人 领了五千两 领了两千两 五千两那个领了之后 他立刻去投资了 两千两那个也相同的做了同样的事 过了许久主人回来的时候 跟他们算账就算你们这个生意做得怎么样啊 他们两个都赚了一倍回来 主人说哇你们两个都很棒 主人给这两个仆人的结论是一样的 你们这两位都是善良且忠心的仆人 你们在不多的事就是很小的事上面 五千跟两千对这个主人来讲是少的 其实五千跟两千在当时很多 所以你知道这个主人是超级大富豪 非常非常非常有钱的 其实他指的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是非常非常富有的 所以他说你们在这些小事上面 管理得很好 而且使他倍增 你们要进到 我要给你管更多 而且你要跟我一起快乐 OK 我们再看二十四节往下读 那领一千的也进前来说 主啊我知道你 你是个严厉的人 他竟然说他是严厉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 没有剥的地方你也要收获 意思就是太太口了 在不可能的地方还要给我收不可能的事情 二十五节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 请看你的银子在这里 他的主人回答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也要收割 没有剥的地方也要收获 就该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地收回 把他这一千夺过来 给那有一万的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 在那里他要哀哭切齿了 这是我们熟悉的 如果你是在商场上的人 你一定听过马太效应 就是这段经文 那个少的最后会被大的吃掉 这叫马太效应 但是这个应用我是觉得OK 但是这段经文不是在讲那个事情 这段经文在讲什么 有两种仆人 一种仆人是他们把上帝托付给他们的 应该说把主人托付给他们的产业 拿去有效的发挥投资 也就是有倍增 主人说哇你做得很好 你是善良你是忠心的 来我要给你更多的管理 然后你要与我快乐 另外这个他只有一千两 他是最少的 但是他却有一个不同的眼光 他看他的主人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所以他害怕他的主人 他很害怕他的主人 所以他就怎么样 他就整个人呢 就去把这个一千两埋葬进去 埋到土里面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边有两种仆人 这两种仆人很不一样 他们的结局不一样 他们的反应不一样 以至于他们的结局不一样 五千跟两千的反应是 忠心跟良善 他们就去投资 我在看这个时候 看这边的时候 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的主人上帝呢 并不是以你的恩赐财干来区分你 五千两跟两千两跟一千两 他们有多有少 但是他们有几个东西是相依的 第一个是 五千跟两千的人 看神 就是看他们的主人 并无恐惧 以至于他们愿意去投资 以至于他们愿意去 把这些东西倍增 但是一千两的人 一千两的人 看他的主人是可怕的 所以他害怕他的主人 所以他就把他的一千两 拿去埋葬起来 这在讲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主人就是我们的神 他是超级大富豪 他可以给我们管很多 但是他会先从小的来试验我们 其实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当我们还没有进入到永生的时候 神给我们的一切都是一个训练 他正在训练我们 在这个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刻 你不只是要有神同在而发光 你要情做主公而发光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做主公啊 什么是做主公呢 我们常常会觉得不公平 那五千两跟两千两比较多啊 所以他们敢去投资啊 其实不是这个原因的 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 两千跟五千 他们知道他们的主人是良善的 而且是信实的 是忠实的 所以他们知道说 我们这样子去做 是效法我们的主人去投资 去效法我们的主人的性情 去管理财物 管理所有的产业 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主人 其实不缺钱啊 五千两千一千 甚至一万甚至两万 对主人来讲都是小的 但是主人透过这些产业 在训练他的仆人 拥有跟他一样的品格 还有眼界 五千跟两千过关了 但是一千的没有 为一千的那个 看他的主人是害怕的 当你怎么样认识你的主人 就是我们的神的时候 他会反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他会反映在你如何做主公 我求神祝福我们 相信神是善良的 相信神对我们是信实 是忠诚的 说实在的 他不就是这样吗 他是这样对待你跟我的 因为他的良善 我们到现在还有机会 有时候发发牢骚 神也不会把你灭绝 因为他的信实 他的忠诚 他已经应许我们 凡相信耶稣基督 就是接待他的儿子 成为他的主 他就是救主的人 就成为他的儿子 你跟我是在 儿子的约里面被接纳的 感谢神 我们也要在这个时刻 情做主公发光 所以你要想什么是做主公呢 我就在想 神对我说 其实很简单 认真神所托付的工作 就是做主公 你的家庭是神所托付你的 你的事业是神所托付你的 你的事奉是神所托付你的 你有没有好好的 去经营你的家 还是你的家已经是 这个乌烟瘴气了 你的家已经充满了 恐惧敌对冷漠了 你有没有好好经营 你家里面的关系 好好的去经营 你跟你家人的关系 这就是做主公 很多人当基督徒说 我要为主做主公 我现在很害怕听到一种人 我希望不是你 我现在很害怕一种基督徒 说牧师 我们来改变世界 我想说主啊又来了 每次听到这个改变世界 我就想起 我很小的时候唱一首歌 我们要奔向你的祭坛 得着你的火焰 站在海破口中 拯救那世上的灵魂 小时候听的时候超感动的 你知道吗 就觉得主啊 我要改变世界 我要改变世界 耶 我改变世界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幻想 我们想要去改变一些 我们永远不管我们事情的 你改变世界 我现在我活了已经 我已经步入中年了 我活了四十多年 我终于发现事情 我连我的体重都没办法改变 我要改变什么世界 弟兄姐妹 forget it 当然年轻人我会给机会 有些 现在还没醒 改变世界 你家里乱七八糟 你改变什么世界 我改变世界 你工作那么糟 你改变世界 有人根本没有工作 你改变什么世界 不好意思啊 我看到很多教会 在教会里面活跃的人 都是在外面混不好的人 不好意思 我可能冒犯你 但是我要讲实话 是如此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是做主公 不是改变世界 或者你说 你要改变世界 就从你的家庭开始改变 从你的工作开始改变 从你的侍奉态度开始改变 神才有可能使用你跟我改变世界 我们好莱坞片看太多了 每一个人都想要变成像格里汉 或者是什么 这个 你过的这个不永康 这么伟大的人 每一个人想象都是那种 万人的 哇那种超型 超大的聚会 你站在上面呼风唤雨 倒成一片 那不是改变世界 我参加过很多灵恩的聚会 倒完之后起来 还是没有改变 体重没有改变 脾气没有改变 家庭还是一滩死水 工作也没有突破 还不是一样做得不好 一直偷懒 放音祷告 有什么用 有人生气 我就知道 就是说你怎样 怎样 生气 咬我 你咬我嘛 不是啦 弟兄姐妹 我们醒过来好不好 我们真的好好的做主公 什么是主公 神所托付你的 神没有把台湾托付给我 神没有把地球托付给我 神甚至没有把我居住那个里托付给我 那是里长的事 但是神把家庭托付给我 神把孩子托付给我 神把事业托付给我 神把事工托付给我 神把我的健康托付给我 我们好好把这些事做完 你就是忠心良善的 五千跟两千立即被交付之后 立即照着他们主人的这种样式管理他 他倍增了 我不是要你倍增啦 其实我心里想就算那五千的最后只给三千 我觉得那位良善忠实的主人也会奖赏他 因为这是个训练 这是一个训练 这不是一个生意 因为主人根本不需要这些奴仆帮他做生意 因为主人多的事 他说在这不多的事上你有忠心 因为主人有更多 你以为你可以把全世界都抓在你手中 然后就献给神 主根本不在意 但是主在意什么 你认真的将他所托付给你的经营 你的家庭 你的事业 好好工作好不好 好好工作 我再讲一次 跟你旁边讲 好好工作好不好 不要笑心 突然有什么 一个什么发横财的机会 或者神突然祷告 你祷告突然怎么样 不要做那些很奇怪的祷告 有些比较灵恩的做法 跑到耶路撒冷 塞小纸条 什么财富转移 我希望可以成功 如果财富转移成功来找我 请我吃顿饭 好好工作吧 努力吧 那五千年两千年也是努力去投资的 好好侍奉吧 你在教会有没有侍奉 很多基督徒非常自私都不侍奉 就是说你 是啊 是啊 我想救你 我想跟你说实话 都已经这个节骨眼了 你还不悔改 不好好的把你自己的五千 两千一千拿出来给主用 你还在那边 我觉得你很可惜 求神祝福你 家庭事业跟事奉 都要倍增 都要经营起来 神会帮助你的 你的事奉 你可以做什么 最简单的传福音吧 最简单为人家祷告吧 这么简单 到教会里面 参加任何一个事奉 事工都可以 我在一些教会里面 看到一些老妈妈 她的事奉很简单 她说 牧师我没有什么事奉 我的事奉 就是煮饭给弟兄姐妹吃 多么美的事奉 你知道这个直播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喝水 而且你知道如果在讲到喝水的时候就很怪 就是她会打乱那个节奏 对不对 那直播的时候 这样子喝水还蛮帅的 而且有一种阴阳顿挫 突然来一个逗号 非常好 祝福你 勤做主公 你生命就会发光 最后一段 在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 跟我一起大声读神的话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来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32节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人分别绵羊山羊一样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于是王要向他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赐福的 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渴了 你们给我喝 我流浪在外 你们留住我 我赤身露体 你们给我吃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狱里 你们来看我 37节 大声读神的话 一人就回答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给你吃 渴了 给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流浪在外 留你住 或是赤身露体 给你穿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 或在监狱里来看你呢 40节 王就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做在 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 这边有一个记载 主在最后把所有百姓分成两边 右边是绵羊 左边是山羊 绵羊跟山羊 其实都是很可爱的动物 只是在圣经里面 绵羊预表的是那些 走在神旨意里面的百姓 而山羊预表是那些 邪恶的百姓 因为山羊跟绵羊不一样 绵羊需要被看顾 而且绵羊都很乖 他们都是成群结队的 但是山羊很多时候都是跑来跑去 如果去过看过山羊 山羊可以在悬崖敲壁里面生活 而且他们不需要太多人 他甚至有时候是一个人的 所以我常常在讲 基督徒一定都是要当绵羊的 就是一群一群的 因为我们是绵羊 你不要当山羊 山羊就是一两只跑来跑去 我在讲 尽量不要一个人看直播 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到一种 全部封锁不能出门的这种 可怕的境界 让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别人 去别的小家认识 弟兄姐妹也很好 我们现在有二十多个点在 据点在聚会 我很感谢神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据点里面 赶快跟同工来联络 不要再当孤魂野鬼式的基督徒 不要当一个像绵羊 这个山羊一样 一个人在这个山壁走跳的这个山羊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聚会 你之后都会变成魔鬼的羊肉炉 因为魔鬼专门吃羊的 所以这个山羊在右边 对不起 梅羊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然后他就跟右边人说 你们这些人很棒 你们要来享受 我为你们预备的果 而且在创世以前 神就预备这些果给这些绵羊 他说你们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我渴了 我饿了 在街里没有吃蒸入体 没地方住的时候你们给我 就他们这些艺人就说 我们什么时候坐在你身上过 他说有 第四十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是你们坐在我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那最小是微小的意思 很小的意思 在最小的世上中心的 那个最小也是同一个字 你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下一段四十一节 网友向那 向那左边的说 你们这被咒诅的人 离开我 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食者 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哇 很可怕 去永火耶 四十二节 因为我饿了 你们没有给我吃 渴了 你们没有给我喝 我流浪在外 你们没有留我住 我吃生露体 你们没有给我穿 我病了 我在监狱里 你们没有来看过 他们也同样回答 可是他们的回答是很呛的 他们就呛上帝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或渴了 或流浪在外 或吃生露体 或病了 或在监狱里 没有伺候你呢 你知道吗 往往一人都是很怀疑 自己到底有没有做 但是有一群人觉得 他做得很好 法利赛林也是这样子 我看到很多基督徒 在网路上 这是高言扩论 他多么为主做了什么 我觉得 主啊 他们真的胆子很大 我常常在问主说 主啊 我到底做了什么 求主让我们 有一个谦卑的心 我们真的没有做什么 四十五节 王要回答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没有做 在任何一个 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没有做在我身上了 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 那些艺人要往永生去 因着他们没有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 我就会在想 那他们为什么这么敢 他们一定有做什么嘛 对不对 这群人一定有做一些什么 所以他们才跟王说 什么 我们有做啊 你怎么说我们没有做 怎么可能我们都有做 弟兄姐妹很多时候 我们会不会 我们做的根本没有做在主身上 这段经文的关键是 你有没有做在主的身上 而不是有没有做 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 我们可以在光鲜亮丽的 美光灯底下 我觉得特别像我们这种传道人 我们常常在台上 我们要很谨慎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做的 根本不是做在主身上的 我们会不会花很多时间去 去关心 去陪伴 去关注在一些 根本不是属主的人的身上 这边有关键字 那最小的弟兄身上 最微小的人身上 最需要被关注的人 微小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爱微小者就会发光 我们今天在疫情里面 你可以随意发慌 或者你可以选择随意发光 我们要预备自己 有与神同情的生活 我们会发光 我们要勤作主公 我们就会发光 第三个 我们要爱那微小者 就会发光 你生命中 有没有一种行善的动机 在那些需要帮助的弱者上面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很多时候 太过于关注于我自己 以至于我们忽略了很多 在我们四周围 那些弱小的人 在这个时刻 我们更应该 祷告 求主 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 认出 谁是你身旁的微小者 其实你身旁一定有 你停个十秒 想一想 谁是你生命中 在你身旁的微小者 什么叫微小者 不是钱赚的被你扫了 不是在街上乞讨那些 那些必然是 但是有一些 很独特的微小者 在你旁边 也许是一个 心灵破碎的 刚刚失恋的弟兄 或者姐妹 也许是一个 考试考不上 好成绩的一个朋友 也许是一个 在你的 这个办公室里面 被老板削到 抬不起头的同事 也许是一个 在你的群体里面 不断被人家 霸凌取笑的 弱小者 我们在想象 弱小者的时候 他是出现在街头 出现在偏乡 那些 衣衫不整 非常穷困的人 是 我要说那些绝对是 那是我们必要做的事 但是在我们的处境里面 在这个都市里面 有一些弱小者 他反而是被忽略的 有一些 精神上有问题的弱小者 有一些在 抑郁 忧郁 在情绪里面 有状况的弱小者 有一些 单亲妈妈的弱小者 我们四周围 有很多的弱小者 其实神摆放在 我们的旁边 我们有没有 一个上帝的眼光 坐在他们身上 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如果你想被神称赞说 谢谢你 坐在我身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去找那些光清亮丽的 真的 这是神的话 不要去找那些 比较已经强大的人 我奉主祢 祝福你们 去关注 去爱那些 比较微小的人 这是神喜悦的事 这是神 非常非常非常喜悦的事 我看到一些的人 他们愿意 把自己的生命 放在一些偏乡里面 二十年 三十年 我觉得那是对的事 那是非常美好的事 许多时候 我们会选择光鲜亮丽 我们想靠近那些权贵 我们想靠近那些 有资源的人 但是在 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 他总是靠近那些 微弱的人 我求主帮助我们 在今天这个信息里面 是我们真的来 检视我们的 信仰的时刻 我们可以随意发慌 或者我们可以随意发光 那个意 是真正的意者 耶稣基督 我们跟随他的脚步 往前进 让我们经营神 同在的生活 让我们认真 神所托付的工作 你的家庭 你的事业 你的侍奉 让我们认出身旁 最微小的那一位 然后 靠近他 为他祷告 支持他 坐在他的身上 他渴了 他饿了 他居无定所 甚至他在肩里 我们可以 陪伴他 我们可以祝福他 唯有真正的 意者耶稣基督 他所做的 因着我们跟随 我们才有机会发光 我在看这三段经文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在思想是 哦 那末日就要到了 那我们就要 预备自己 其实我发现 这三段经文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 新郎也好 主人也好 或者审判的王也好 其实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 就是 他们 期待 这些形象 可以在我们身上被复刻 预备好的新郎 期待 预备好的童女 信实良善的 主人 期待 信实良善的 仆人 那位 怜悯落小者的 王 他自己 化身在 不同的 落小者身上 他也期待 他的百姓 就是绵羊 像他一样 爱那些 落小的人 其实我们 不就是那些 落小的人吗 我们已经被他爱了 我们已经被他拯救了 我们已经被他帮助了 我们也被他托付了 我们就是那个奴隶 就是奴仆 神已经托付给我们使命 我们要传扬福音 我们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我们在事业上面 有很好的成就 我们要发展出 我们的侍奉 最后 那位新郎 将带我们回到 那最美好的 羔羊的婚宴里面 愿上帝祝福你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来祷告 我们把眼睛闭起来 这个时刻我们来祷告 主啊 主啊 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 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 主啊 虽然 疫情非常的混乱 但是我们说 主 我们不会随着瘟疫而发光 我们要跟随那异者而发光 主愿此刻那异者 再一次坐在我们所有小子的身上 愿的怜悯连到我们 主啊 当我们被你拯救 你就托付工作给我们 愿我们成为你忠心良善的仆人 在家庭 在个人的生活 在事业上面 甚至在传福音的事上 大发热心 认真经营 请做主公 至终主啊 我们预备好 每一天 充满灯油的生活 以至于 当新郎来的时候 我们 点起我们的灯油 点起我们的火炬 随你进到 与你快乐的延续礼物 谢谢主 我奉主的名祝福 所有的弟兄姐妹 领受这个信息 并且实践这个信息 将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愿上帝赐福你 祝福音员 祝福音员 那灰暗日子 Alleluia Amen Alleluia Amen 愛我的救助 我要永遠跟隨你 感謝我的救助 謝謝你救贖我 求我同理那灰暗日子 Alleluia Amen Alleluia Amen 愛我的救助 我要永遠跟隨你 我不是你的愛 命到我裡面 我神知我還活在罪惡中 迎著你的愛 改變我的心 我重新的救生命力量 感謝我們的救助 感謝我的救助 救浮空情 求我脫禮 jetSer 哈利路亚阿满 哈利路亚阿满 爱我的救助 我要永远跟随你 若不是你 爱我的救助 我甚至我还活在这个中 依着你 爱我的心 我重新遇到生命 我们从头来 该 我是我的救助 谢谢你求赎我 你求我脱离到未安日子 哈利路亚阿满 哈利路亚阿满 爱我的救助 我要永远跟随你 若不是你的爱 若不是你的爱 领到我里面 甚至我还活在这个中 依着你的爱 改变我的心 我重新遇到生命 若不是你的爱 若不是你的爱 领到我里面 我深至我还活在这个中 依着你 若不是你的爱 领到我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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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是你 我还活在罪恶中 迎着祢的爱改变我的心 我重新地找上祢的恶恶 爱 耶稣 祢的爱 遇着祢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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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遇着祢的爱 他们跟随你 主 让我们预备好灯油 被圣灵充满 好不好 弟兄姊妹 你可以举起你的手 祷告说 主啊 圣灵现在充满我 圣灵现在充满我 我里面要充满油 你现在可以举起你的手 向神祷告说 主啊 祝福我的家庭 祝福我的事业 祝福我的所有一切 你托付给我的 让他倍增 而且让我成为好的管理者 好不好 你可以向神祷告说 神啊 祝福我 开启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谁是那个微小的人 谁是那个你需要我去 照顾关注的那一位 好不好 我们去开身来祷告 主啊 此刻主啊 愿你开启我 主啊 愿你圣灵浇灌我 赞美主 因着你的爱 在跟我里面 我甚至我还活在罪恶中 主啊 愿你圣灵我 再睡在这里 抑制你的爱 感变我的心 我重新得到生命 高次啊 愿你圣灵我 若不是你的爱 若不是你的爱 灵到我里面 我甚至我还活在罪恶中 迎着祢的爱改变我的心 我重新得到生命力量 我们在主的面前一段时间安静 你知道那位逸者他亲自的来救我们 我们本来都是落小的人 我们本来都是微小者 我们又饥又渴又饿下在尖里 就是罪的尖里 我们那位最可爱的逸者拯救你 我们的自由 而主也托付工作给我们 你有五千 你有两千 你有一千 你都可以拿来给主使用 你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经营者管理者 为的是有一天 你的生命中充满了油 以至于当信仰来的时候 你会跟他一起快 我们来祷告 我要祝福每一个人 今天按手在你的胸口为你祝福 主啊这个时刻 我们敬拜的时刻 主啊与我们同在 开启我的眼睛 主啊让我真实的遇见 主啊让我们跟随 异者耶稣基督生命发光 哈雷路亚 主啊那些不可能 觉得自己很糟糕的想法 觉得自己很恐慌的意念 觉得自己可能会遇见灾祸 现在奉主的名 被主的平安所替代 奉主的名 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 里面满有圣灵同在的一个灯油的生活 奉主的名祝福我们的家庭事业 侍奉满有神倍增的恩典 奉主的名 让我们像你一样 靠近那些微小者 主谢谢你 与我们同在 充满我们 充满我们 好不好 这个时刻 我们要来收取奉献 奉献是我们敬拜的最高峰 一个人的敬拜 就是奉献 奉献的意思是 把自己所有一切给主 奉献的意思不是 不是给钱而已 是把你自己给钱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把自己给主 你没有办法把自己装在奉献箱里面 奉献袋里面 所以我们用金拳代表我们的心 做一次的尾声 每个礼拜我们尾声说主啊 我再一次的帮我自己尾声 奉献在你脚筋 我的五千 两千 一千都属于你 我的生命奉献给你 愿的由家庭给我 我的奉献奉献给你 也学习你 靠近那有需要的微小者 奉献是个美好的清白 所以等一下在我们的 屏幕上面 或者我们小编会留下奉献的咨询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请你不要奉献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感动 请你不要奉献 奉献在 I am 行动教会是很神圣的事情 是把自己尾声给神的决定 好不好这个时刻 我们会再唱两遍副歌 你可以来进入到信用卡的 或者是各样的Pay Light Pay I Pay Saintry Pay 不管什么Pay 来奉献给主 让自己再次尾声给神 请你预备好 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现场 虽然你好像没有掏钱的那种 那种仪式 但是你的心里面 在心灵诚实里 敬拜神 奉献给主 你将被主看见 好不好 帮我们预备好自己 耶稣 愿你与我们同在 此刻我们再一次 透过奉献 将自己尾声在你的脚前 若不是你的爱 领导我里面 或甚至我还活在罪恶中 因着你的爱 改变我的心 我重新得到 我重新得着 神明 力量 若不是你的爱 若不是你的爱 领导我里面 我甚至我还活在罪恶中 我重新得到 我重新得到 神明 力量 我重新得到 神明 力量 不认在哪 不认在哪里 这个时刻 我们感谢你 你托付给我们 五千 两千 一千 无论在家庭 个人 事业 事奉上面 主愿你 再次的激励我们 让我们效法你 良善用忠心的主人 我们有你的样式 有你的眼光 经营我们的生命 经营我们的家庭 事业 还有事奉 主啊再次的愿你的厚恩 高抹在弟兄姐妹身上 在这个危急的时刻 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刻 让我们里面 满有圣灵充满的膏油 以至于我们预备好 虽然我们有时候会打盹 但是当你一来 那已经完全预备好 帅气的新郎一来 五个童女要一起起身 跟随你 因为我们里面满有 神同在的生活 谢谢主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永恒的慈爱 圣灵宝慧师 源源不绝的膏油 膏抹涂抹充满 在他所爱忠心良善的仆人的当中 让我们跟随圣灵 靠近有需要维络者 至终我们发光 像那圣者耶稣基督一样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感谢主 请你跟你旁边所有两边的人说 很高兴跟你一起聚会 很高兴跟你一起聚会 感谢主 如果你旁边没有人 下礼拜赶快去找人 或者参加 无论哪个据点 愿神与你同在 等一下会后我们要播饼 如果你不在我们的据点里面 我会开一个zoom 我会在那边等你们 我欢迎每一个人加入在这个zoom里面 如果你还没有据点的话 我想我们有些会后的祷告 会的讨论 好不好 等一下在zoom里面见面 愿神与你同在 平安 下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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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